当豆豆鞋踩向黄金、切尔西的时候,整个宇宙都天翻地覆,两者所释放的能量足以毁灭一切,就连上帝也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 眼看地球即将被毁灭,此时一个身穿背带裤的男人走了出来,他用篮球来抵消黄金、切尔西的速度,用背带裤和铁衫靠来抵消与将军豆豆鞋飞踢的力量。 此时三种力量交汇在一起,一声巨大的爆炸之后,地球回归了瓶颈。黄金、切尔西被这股力量带飞到了西方。 当迈克阿瑟将军见到黄金、切尔西的时候,他就知道撤退已经来不及了。 博尔特甚至研究了一个晚上,穿着黄金、切尔西的蓝色妖姬的跑法,不是他懂了,而是天已经亮了。 这股能量将豆豆鞋挡在了东方,当考古学家见到这双鞋的时候,就知道,东方不能失去豆豆鞋,就像欧洲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 西方著名的史学家马可波罗经过两年半的研究,更是坚定地认为,幸好砸在恐龙头上的是饮食,而不是豆豆鞋,否则它们的痛苦将加上万倍。 后面的故事又会是怎样发展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